第五章 阿弥陀佛 第五章 阿弥陀佛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做丈夫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看《恶佛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 你们做丈夫的 应该爱妻子 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 为什么这是做丈夫的第一责任呢? 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 在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 《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这样讲说 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是最最亲密的关系 有的时候人们说 当然我知道要爱妻子 但首先我得先爱我自己 在《恶佛所书》里面 第五章特别讲到说 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爱自己的人 你应当爱你的妻子 圣经里面这样讲 它说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 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知道做丈夫的 我们首要的责任是要爱自己的妻子 那我们讲到什么是爱? 那我们都知道爱不是说我自己喜欢怎么样 而是说我所爱的人喜欢怎么样 能够使被爱的人得到建树 使被爱的人得到喜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对于一个做妻子的来说 她如何感受到丈夫的爱 大概可以分成五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呢我们讲说爱的语言 然后是爱的服务 爱的陪伴 爱的礼物 爱的举止 首先说爱的语言 那有的妻子非常希望自己的丈夫 能够告诉自己说 我爱你 我爱你 那如果这个时候那个丈夫 如果能够经常地让妻子听到说 我爱你 那那个做妻子就会感受到那一份爱 可是如果你很少说我爱你 那个妻子就一直不知道说 我的丈夫是不是真的爱我 那还有第二个我们讲说爱的服务 那还有的妻子是说 你嘴上讲什么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是说 你要做什么来表达你的那一份爱 比如说吃好晚饭 你能不能主动洗洗碗 或者是说能够主动地去接接孩子 或者是如果是父母生病了 你能够主动地去看望他们 能够让那个妻子 能够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那等等所有这些 我们称为爱的服务 那当一个丈夫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的妻子就会觉得说 自己感到特别的被爱的那一份感受 那还有的时候我们讲第三个 我们讲叫爱的陪伴 那有的妻子是觉得是说 做什么好像不是很重要 你讲什么也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花时间陪我 但是很多时候 有的做丈夫的不太理解是一点 那经常在外面工作 或者是加班加点 然后是我们讲说在外面打拼 那很少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 那因为她也会讲说 我是为了爱你啊 为了能够让你过一个更好的生活 能够让你有更多物质的享受 可是你会发现当你有一天能够让你的妻子有更多的物质 礼物的时候有没有那一份心意 第五个我们讲爱的举止 或者是说很多时候有的妻子特别看重的是说 彼此之间的身体的接触 比如说亲吻啊 拥抱啊 所有这些 那在这五个方面里面 爱的语言 爱的服务 爱的陪伴 爱的礼物 爱的举止上面 不同的妻子他们的感受不一样 他们有先后 比如说有的觉得服务最重要 你帮我做事最重要 还有的觉得说你花时间能够陪伴我最重要 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说做丈夫的讲说 那我怎么知道怎么样能够去爱她? 怎么样能让我的妻子觉得说她很被爱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问她就好了 我想很多做妻子都愿意自己的丈夫知道如何去爱自己 所以很简单 你只要和你的妻子坐下来 两个人有一个时间讨论说 什么是你所喜悦的 什么是能够让你最多地感受到被爱的 是爱的语言 还是爱的服务 是爱的陪伴 是爱的礼物 还是爱的举止 或者哪个是最重要 哪个是最不重要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 如何去爱你的妻子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事半功倍 能够把你所做的 你所付出的努力 和对方所能够感受的爱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今天讲到说 做丈夫的首要的责任是什么呢? 是爱自己的妻子 同时我们也讲到如何去爱自己的妻子 如果我们知道 同时我们有努力去做 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 首要的责任尽好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会 主佑平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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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